朋友们好,这下好了 刚在《自然》杂志看到一项研究 说美国普林斯坦大学 也就是爱因斯坦的老家 可能已经用人工智能 驯服了可控核聚变的最大天敌 等离子体的撕裂 这意味着约束时间可能大大增加 人类里无限的清洁能源越来越近了吗 可控核聚变是人类的终极梦想 通过把太阳内部的核融合方式 转移到地球上 我们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避免再用化石燃料来烧烤我们的地球 然而要实现可控核聚变 一直是巨大的挑战 最大的困难就是 如何长时间稳定的控制超高温等离子体 太阳内部的两个质子 平均要76.2亿年 才有一次机会点燃爱情的火花 融合在一起 太阳有大把的时间 巨大的体量 太阳质量占整个太阳系到99.8% 可以等待自治们悠哉悠哉的弹琴缩爱 但我们显然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怎么办呢 托卡马克装置应运而生 它把核燃料加热到比太阳内部温度还高 形成等离子体 给原子核注入巨大的能量 然后用超强的磁场把它们压缩在一起 让它们有更多的机会 谈情缩爱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命运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长这个控制时间 给原子核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然而原子核能量越大 活动能力就越强 很容易就冲破磁场的约束 从而让轰轰烈烈的大型相亲现场瞬间崩塌 原子核们做鸟兽散去 这就是所谓的撕裂模式 等离子体中的磁场线断裂 导致等离子体不稳定 能量快速丧失 是可控核聚变的最大天敌 人类每一次倾注最大能量和热情的托卡马克试验 都假然中止于这种失控 一直无法实现Q值 也就是输出能量大于输入能量的可控核聚变 普林斯顿大学最近终于找到了 解决撕裂模式的金钥匙 人工智能 他们把大量关于等离子体行为的数据 喂给AI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训练 让AI学会了识别什么时候等离子体会变得不稳定 并可以提前0.3秒钟发出警告 但这个预警时间对人类显然没有意义 连你听到警告后伸出一根手指都来不及 然而对AI来说 这却是小事一桩 它可以在裂口真正形成之前 通过调整磁场强度 等离子体的注入量和温度等参数 来修补这个即将出现的失裂 让原子核门的大型相侵活动不至于马上崩溃 判断可控核聚变能不能持续进行 并实现输出能量大于输入能量 最重要的就是核聚变三重机 也就是等离子体温度 密度和约束时间的成绩 需要达到约3.5x128k秒每立方米 才可能取得收支平衡 而目前最大的托卡马克三重机记录 是1996年日本的JT60创造的 1.77x128k秒每立方米 还差了整整的一半 但一些科学家认为 所谓的三重机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 因为这三个参数此消彼长 可能根本就无法达到融合持续发生的要求 但普林斯顿大学的AI控制 相当于在原有基础上 给托卡马克装置增加了新的变量 会不会有助于三重机的突破呢 科学家们认为 这一控制技术的突破 可以开发出稳定的高性能操作场景 为在即将竣工的国际热核聚变装置中 使用铺平的道路 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反应堆性能数据 训练人工智能 识别其他聚变不稳定性 从而最终实现高效能的人造太阳发电 这项研究发表在2月21日《自然》杂志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